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们这些老兵们都清楚 这趟巡逻路将充满着怎样的艰辛和突如其来的危险 尤其是乘马之情 带队的老兵更是心绷得紧紧的 生怕出现一丝的疏漏 帕米尔高原冬季漫长 在海拔3600米左右 绝对最低气温更低至零下50度 唐玄藏在《大唐西语记》中曾对帕米尔高原描述到 寒风淡几近 春夏飞雪 昼夜飘风 地简弩 多历史 波纸不资 草木稀少 碎至空荒 绝无人知 兵防敏感的神经末梢 一丝一毫的风吹草动都应引起警觉 新疆军区库鲁木都克边防连 位于帕米尔高原腹地 驻地海拔 两千九百多米 骆驼样的山 巴掌大的天 夏季水断路 冬季雪风山 清泉润官兵 树边苦也甜 这是对新疆军区库鲁木都克边防连 树边环境艰险的真实谢照 无论环境如何 边防官兵依旧每天按时寻防 各位老师小心点 云人特别好 我们慢点 不要慢啊 不要到急 在现代化水平如此发达的今天 各式科技术边手段 已为边境防控如火添翼 但在实际巡边中 高科技的无人手段 依然无法达到灵活处理突发情况的要求 因此很多艰险工作 依然需要边防官兵实地进行 我们下水平均火了 我们下水平均火了 这样流血 然后心情平活之后 我们就继续组织巡逻 这边还有100米左右的距离 慢慢地通这个截屏路段 好的 我们继续巡逻 小心点啊 慢点 这条巡逻小道 曾留下数代边防官兵 和战马的足迹 但由于气候变化 往往之前走时还算是坦途 等这次就变成了险境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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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艰难跋涉 巡逻小分队终于通过了 这段结冰路面 走了不到一公里 大家本来已经放松下来的心 突然又被指导员的一番话 给提了起来 好停 大家注意一下 过长的冰面 过长的冰面 让官兵们不得不留下马匹 徒步前行 我们离指导点位 还有两公里 我们下面才突破的方式 向指导点位进方 我们先把冰马刷好 刷马 后尾棋 这拉绳子的前端 到前面找一个能固定住的位置 让我们每个人拉到绳子 咱们一次通过 咱们通过的时候 咱们距离一定要缩小 把绳子拉紧 一次通过 准备了没有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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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 冯伟奇想出了一个奇招 准备将绳索固定在冰面上 让大家拽住绳子向上滑行 既省时又省力 可他费了半天劲 也没能找到固定绳子的地方 无奈他只好退回山脚下 继续缓慢爬行 帕米尔高原有一千多条山地冰川 这些山地冰川是一些荒漠河流得到了水源 可一到冬季山谷见的河西 也被冻结成了厚厚的冰层 加油 让你扶住啊 我看一下前面路 我们前面 凭雪厚度增加 坡度越来越陡 咱徒步越过十分困难 我们指门翻过这个山体才到了这种点位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 翻过这个山体预计需要一个小时 四点左右 我们就能到达我们的指定点位 大家坚持一下 好不好 好 慢一点 坚持 慢点 帕米尔高原 狂风肆虐 常年侵蚀着这些裸露的山体 使其疯化而结构疏松 所以这些看似坚固的石块 不但很难固定绳索 还容易滚落伤及人员 登山过程中 巡逻官兵虽已在满足基础战备的情况下 极大精简的装具 但为了用队突发状况 他们此时的人均的负重 依然达到了数十斤 边防连指导员苗红的大字 五十三号中城 是边防连一匹军马的名字 七年前 连长率选逻小分队突经这里 博慎从马上摔落 眼看连长就要跌入悬崖 军马忠诚奋地用躯体挡住了连长 自己却坠落山谷 演绎了一曲 战马舍身救助的英雄壮歌 那我们向我们呈现老战友 自己最高的经历 将来 经过五个多小时爬冰面 过打板 翻石滩 越山迹 巡逻小分队终于到达 直勤点位 在新疆军区 这样的巡逻故事 每天都在发生 所以人 检查武器装备 再紧紧紧马都在 看一下有没有其他异常情况 行进过程中 一定要跟进筹马 注意安全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 上马 距离库鲁木都克西南六十多公里外的新疆军区麦丹边方连 巡逻兵正冒着小雨踏上艰险巡逻路 他们这次的目的地是海拔四千多米的某重要点位 连长唐阳一直骑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这条巡逻路 他已经走了很多次 哪里冰厚 哪里雪大 哪里路险 他记得一清二楚 新疆军区麦丹边方连 驻地海拔两千五百零五米 三封骆驼一口锅 冰山雪岭筑地窝 担心魏民心向党 坚若磐石树边关 是新疆军区麦丹边方连建战初期 自然环境生活条件艰难创业的真实邪照 现在因雪大落滑 加上还有少许的冰雹 骑军马并不安全 官兵们只能将军马放在山脚下 顶着风雪向前 徒步前行 距离直勤点只剩五公里多 但官兵却需要翻过一座打板 两座雪山才能到达直勤点位 现在风雪越来越大 海拔越来越高 温度已下降至零下二十度左右 官兵每往前进一步 就越加艰难 越往上走 对身体的消耗就越大 前面请 大家原地 好久十分钟 检查五次弹药 十分钟以后我们继续出发 官兵们在休息间隙 补充了少许干粮 继续出发 刚前进不到一公里 新的情况又出现了 停 不要飞 到 迅速到前方 看一下路况 注意安全 是否清楚 由于近期驻地 频繁发生地震 在巡逻的打板路上产生了裂缝 造成安全隐患 于是连长唐阳派出人员 对前方的道路进行观察 辆飞 辆飞 报告现在的道路情况 报告连长 前方右 全天部 列口就到 清楚 反飞 打板路出现多处裂痕 现在路况无法判定 旁边是悬崖 最窄处不足一米 越往上走越危险 为了尽快到达直勤点位 官兵们选择从另一个方向 继续向点位进发 这导致了他们将多走 两公里的路程 前面这段使字叫多 大家注意脚下 保持人间距离 注意安全 两公里的路 对于平原地区来说 不算什么 但是在高海拔的山地街 经耗费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 对身心都是巨大的考验 由于进去下大雪 我们已经分不清前面河流和道路 我们只能通过滩度的方式 一步步向前移动 前方冰河水流湍急 走完乱石滩 前面就是冰河 风雪早已遮挡了道路和河流 官兵们只能在冰河间慢慢往前移 面对冰河 面对冰河 官兵们身一脚 前一脚 裤腿和鞋子已经湿透了 而上山的道路已被冰面封得严严实实 他们只能选择翻越前面的雪山 山越来越陡 官兵们每爬一步都很艰难 不但要严防山顶的滚石 还要注意脚下防止滑倒 前方上山的路坡度越来越陡 徒步也非常困难 这时候官兵体力已经严重消耗 慢点啊 但是他们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 坚持到点到位 前面加油 承紧 还有娘们就到了 注意山上的滚石 慢点慢点慢点 不要靠得太近啊 防止山上滚石 走 平行 你再往前走点 那就靠右走 你不用管 你不能练台子 你好好走你就行了 经过七个多小时的床行风 过打板 翻雪山 越山迹 巡逻官兵来到执勤点位 我认详%